同样的东西 到了美国德国就泛滥成灾 甚至还人人喊打 但在国内却要靠人工种植生存 这就是杨江 史上最丢人的外来生物 杨江是我们的俗称 还有叫它鬼子江的 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它和向日葵是亲戚 杨江学名是菊玉 向日葵属植物 原产地就在北美洲 万万没想到我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 它没有泛滥 反而在原产地里泛滥成灾 让美国人苦不堪言 日本虎仗来到中国之后就很没有尊严 能顶穿水泥地又怎样 还不是只能被种在大棚里养殖 很难形成气候 杨江也是一样的 别看它叫杨江 实际上它和江关系差得远了 只是因为它收获的时候 从地里拔出来的样子特别像江 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杨江的名字 国人喜欢它是因为它的根筋能吃 而美国人喜欢它的原因 就相当的小布尔乔亚 它的花长得好看 从它的学名局域上 也能猜出一二来 花开的有那么一些像菊花 嗯 至少我觉得有那么一些像 但没想到它们生命力顽强 又生长迅速 今年看完花觉得不错 来年发现院子里只剩杨江了 费心费力地把它们都产了之后 发现第二年还是会产 也不知道是哪一块没产干净 只要有一块杨江落在土地里 第二年就会跟没事一样 继续长满杨江 这也让人给了它一个鬼子江 或者万年脏的外号 杨江不光是一盘菜 在以前粮食不那么充足的年代 喂猪不能只给菜叶子 这样猪没办法长掉了 于是就会种点杨江 耐旱又高产 只需要往地里一扔就行 几乎就不用再搞它了 很快就会长出很多小黄花 那么杨江是怎么来到中国 它又为何在欧美泛滥成灾的 我们接着看 无产万斤的杨江 为何在欧美泛滥成灾 为何欧美很少有人吃它们 杨江学名局域 原产地在美国 后来传入欧洲之后 欧洲人民只当它是观赏植物 并没有将它的根筋作为食物 这是因为欧洲常年缺乏香料 我们知道杨江可以生吃 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但欧洲人民不是很喜欢甜味 它们更喜欢香料带来的味道 像什么豆口 胡椒之类的味道 而且在当时 这类香料价格昂贵 甚至一度可以作为货币 或直接和黄金化等号 这就导致那些香料 会更多地被用在肉食上 可至少会用来杨江 这类的生菜腌制至少 因此杨江在欧美洲无人会吃 导致它们逐渐地泛滥成灾 直到清朝时期 欧洲传教士来到亚洲 将杨江带到这片土地上 随后发现杨江生命力极其顽强 不管是什么样的土 它们都能健康地成长 并且对土地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杨江仅仅需要20天 就能在地面附近 形成一片油根和金 组成的防护网络 能够有效地阻止水土流失 它们庞杂的根系 也深深地扎根在土里 这也就代表 它们会把附近的营养 全部拒为基 其他植物很难卷得过它们 因此很多人对于杨江 是又爱又恨 爱是爱它们能吃 随便咽一下 就能下一大碗米饭 还能喂猪 恨是因为有它们在别的植物就很难活 就这样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植物 现在却很少有人种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看 杨江全身都是宝 可就是这样一种植物 却被逐渐冷落 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少 尽管杨江高产又奈严寒 即使在沙漠也能种植 种的好亩产也能达到万斤以上 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嫌弃它 甚至开始叫它万年脏 这是因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种植杨江之后 如果想种植其他的农作物 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完全铲除掉杨江 没铲除干净的话 还会严重影响其他作物的生长 以前食品类型相对溃乏 种类也不多 需要杨江这种一种植疫管理的植物 并且杨江耐储存 正常环境下 一个月内杨江都不会有什么变物 如果腌成咸菜 保质期能延长到一年左右 无论是就馒头 还是大饼或粥 都能胜任 甚至还能用来炒菜煮粥煲汤 直接白水煮当主食吃也可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食物充足 可选项也变多了 杨江的市场份额逐年下跌 尽管他产量高好达理 但市场价一到两元一斤的价 很难和其他的经济性作物 有什么竞争力 再加上他好重 哪怕买几块回家 找一个盒子用土一概都行 因此种杨江的人越来越少 而吃杨江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说到 还是因为杨江的生命力过于顽强 种一次年年都有不好根捉 这才让他在物质丰富的 今天做上冷板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老爷们对杨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